下面呢我们对这个数一数二理工类你们独有的两个知识点做一个串讲 一个是曲率和曲率半径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物理应用啊 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曲率 什么是曲率半径 主要啊就是一个公式的记忆 这东西呢都是四分 那就是数一数二 尤其数二吧 考的相当频繁了 年年有这个东西 曲率 曲率怎么算 会算就行 什么是曲率呀 怎么算 就是一加一阶道的平方 再二分之三次方 来个二阶道的绝对值 这叫曲率 那曲率半径呢 曲率半径就是曲率K倒过来 那就是二阶道的绝对值做分母 二分之三次方做分子 回答完了 就是两个公式 干什么 把它记住 做题直接套就行了 另外 考曲率 考曲率半径 其实是考什么 是考导数 是考一阶道二阶道 把导数算出来 把导数算出来 往里带入就行了 具体来说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看2018年 数学啊 就考了一个曲率的题呀 这就是四分呀 你这种题公式忘了 谁也帮不了你 给了一个曲线 X等于口三的三次方T Y等于三亿的三次方T 这条曲线 在这个点的曲率是多少 这是考什么呀 考参数方程啊 那就是考我们参数方程求导 来一阶导 参数方程的一阶导 是不是这样来写 我这样写吧 这是咱们第二章嘛 求导的基本能力了 参数方程一阶导 就是底Y再比底X等于谁 Y对T球导 再比X对T球导 Y对T球导看下面 是不是三倍的三一方 再多个口三一T X对T球导看上面 是不是三倍的口三一方 再多个谁 负的三一T 这样来写 然后呢把它整理一下嘛 三三约调 三三约调的话 三一跟三一也约调 是吧 三跟三约调 这有个负号 负的多少呢 嗯 三跟三约调 三一方跟三一方约调 这个口 除以谁 是不是在除以这个口三一T 也就是剩下谁呢 负的T 是不是这样来写 这是一阶导 再来二阶导呢 参数方程 重点是考二阶导 书一书二 二阶导怎么办呢 还记得吧 先让一阶导对T球 那就是负的他能打T 一阶导对T球 再乘以谁 是不是T在对X球 这个小公式别忘了 咱们球导的时候经常用 前面他能打球导谁 是不是负的 谁跟他方 这个球完了 再来个谁 是不是T对X 那别忘T对X 与X对T 什么关系呢 T对X跟X对T 是不是互为反函数呀 反函数的导数差什么 是不是差个倒数 所以这个T对X 要抓谁 要抓X对T 二者互为倒数 就这样来写 那么T对X 要定X对T 互为倒数 那这个倒数是多少 这个倒数 倒数就是X对T 就导致分母嘛 是不是三倍的 cos方T 再乘个谁呢 负的3T 再倒数嘛 是不是再分之一就行了 这就是我们 参照方程二阶导 那故由此找哪个点 这是求哪个点 是不是求四分之派这个点 那一点一点来吧 故一阶导 在四分之派 就让T取四分之派 等于几 应该是负一 那且二阶导 让T取四分之派呢 T取四分之派 它等于多少 二阶导的话 我们琢磨一下 这个谁跟他的平方 这个四分之派 这应该有个负负得正了吧 这个负号 这个负号 不考虑负号了 啊 谁跟他是谁的倒数 谁跟他应该是这个cos的倒数 对吧 啊 cos的倒数过来 啊 四分之派这个点 是不是都是二分 都是那个根二分之一 根二分之一的话 这个变成多少 这个没有负号了 那这个变成二了 二再乘多少 下面呢 下面来个三 再乘个谁 cos的平方 是二分之一 对吧 这应该有个二分之一了 三一呢 有个二分之 根二 是不是 二分之根二 所以这个分之一 最终把它算一下 等于 整理一下吧 整理一下 这有个二 再乘个谁呢 再乘个倒数 乘个这是三倍的根二分之四 这样来写 所以最终呢 又能写成谁了 能写成这个三乘二 上面是八 再来个根二 对吧 也就是二 给八约掉 三分之四 所以最终 这有个三分之四倍的 再根二 好了 二接到求完 一接到求完 两个倒数都求完 那赶紧往里带入 算取率 那取率 K开始倍吧 是不是 一加一接到的平方 再二分之三次方 再来二接到的绝对值 往里带 那一加一接到的平方 一接到的平方 还是一吧 那就是二的二分之三次方 二的二分之三次方 那就是二倍的根号二 是吧 上面呢 二接到的绝对值 那就是三分之四倍 的再根号 把它约掉 根二根二约掉 那就是三分之二嘛 写完了 这就是一八年的四分 你看这种题啊 不难 可是呢 我们同学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这种题考的太频繁了 考求导 考公式 把倒数算好 把公式背出来 你的答案就出来了 那就是四分 三分之二 这是取率的问题 我们理工类喜欢考 我们理工类数一数万 还有一个知识点 也是边边角角 考的不多 但是呢 冷不然考 我们还是要把它拿住的 都是考四分 叫什么呢 叫导数的物理用用 这东西呢 都是小题四分 但是不是年年都有 不是年年都有 作为导数呀 咱们以前知道 导数是什么 导数在几何上 是不是代表着切线的斜律 那是以前 那叫几何背景 那个比较重要 导数表示切线的斜律 只不过呢 数据说啊 多了一个物理方面的用用 我们举两个用用 比方说 我们中学物理学过什么 学过这个 指点做运动 是吧 那有什么呀 会产生位移方程 位移给了 叫S等于ST 那这个位移受谁的影响 受时间T的影响吗 不同时刻 我的位移 我是不一样的 对吧 这个指点是运动的 好了 给了位移 怎么办呢 那位移求一阶导 一阶导就是什么 表示速度 这个我们应该很熟悉 是吧 路程求导是速度 位移求导是速度 那再来 路程或者说位移求二阶导呢 二阶的表示什么 表示加速度 这是我们理工类 应该是知道的 物理学的 对吧 一阶导是速度 二阶导是加速度 再来 还有一个概念 叫质量和密度 一根杆从一端开始算 这个杆不是均匀的 不是均匀杆 均匀杆不用研究 均匀杆它的密度是均匀的嘛 现在的研究是什么呀 非均匀杆 不均匀的 你看 是非均匀杆 这个杆怎么研究呢 比方说 这是零 七点 然后呢 这个杆到哪里呢 到这个地方吧 这一段有X 这一段长了X 质量有多少呢 质量有M这些 当然这个M受X的影响 你改越长 这个质量越大嘛 是不是让我来理解呀 改越短 质量越小 好了 长零到X 质量是MX 那你想干嘛呢 拿质量 拿这个质量求导 质量求导不是别的 质量求导认为 就是这个杆的什么 密度 它每个点的密度都不一样 它不是均匀杆呀 不是均匀杆 所以质量求导就是密度 所以这两个物理概念 大家应该是有所了解的 好 我们举两个例子 看19题 假设有长12厘米的非均匀杆 M部分的质量 与M到A点距离平方程正比 全部杆是360克 问密度有多少 来分析一下这个题在干嘛 那你想哈 这个M 比方说这是A吧 这个这是M吧 M这一段 这是X这么长 总长是多少 这个这个 M部分的质量 这个质量跟距离的平方成正比 跟距离的平方成正比 那么这样来认为 那质量M等于多少 等于K倍的多少呢 是不是 质量与距离的平方成正比 那是KX的方法 是不是这样来写 K是什么 K是比例系数 比例系数嘛 那这个比例系数到底是多少 人家说了 一共总长多少 总长12厘米 总重多少 360克 所以我们取多少 带入总长X长多少 长12 带入质量总重多少 360 那这样的话呢 则这个比例系数K就找到了 这个K应该有多少 K是不是应该拿这个 总质量360 除以这个三 这个这个多少呀 这个质量是360克 距离是12厘米嘛 除一个12 再来一个12 这样来 那把它约一下嘛 用6来约分 6的话 这是2 6的话呢 这是60 对吧 6636 然后再约分 让这个12再约 12约掉 那这个5 是不是2分之5 所以K得到是2分之5 好 先把这个搞定 2分之5 这个约下来 嗯 比例系数是2分之5了 那这个约密度不就找到了吗 密度是什么 那密度就是质量求导呀 所以这个往上写 所以这个变成谁了 嗯 这个就写成了2分之5 对吧 那任何一点就是x的点 那于是从而 故这个密度 任何一点的密度 就是m打1 那就是多少 那不就是那个5x吗 所以这个密度就是5x 最后写清楚 这个密度 5x它的单位应该叫什么呀 密度 是不是质量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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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于什么呀 这个以前水的密度叫什么 水的密度 是不是10的三次方千克 每立方米呀 我们这应该叫什么 这不叫 这不是体积 这是一个线密度 这应该叫克 多少呀 啊 每厘米 是吧 每厘米有这么大啊 是吧 这是它的密度啊 好 这是我们谈到的线密度 这个基本概念吧 嗯 那就是求导嘛 质量 这个题呢 关键是先把这个质量找到啊 找到以后呢 求个导就把它解决掉了啊 好 这是这个密度的问题 再来看20题 20题 这个题呢 是一个考变化率的一个问题 它也是考物理学 考仰角 一个气球 从离观察人员500米的地面 开始往上跑 放气球 对吧 清气球往上走 大概把这个图画一下 比如说呢 这个地方有个观察人员 一个气球 从离观察人员500米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是500米吗 这有个气球 气球往上跑 往上跑 啊 往上升嘛 然后呢 气球的升高速率 是140米每分钟 然后呢 问观察员的仰角增加速率 气球往上升 观察员要看这个气球吗 这样看 这个是吗 这就是仰角α 对吧 仰角α 这就是气球的高度 啊 升高到H 那你想 这里面有个衡量 有个观察人员 叫Tinetaα 等于多少 是不是明显 Tinetaα 等于这个H比多少 是不是H比上500 应该这样来写 那这个仰角的增加速率 是指什么 那你想一想 这个仰角也好 这个高度也好 都受谁的影响 搞清楚 仰角这个角度受谁的影响 受时间T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变化 这个角度在变化 这个高度也受谁的影响 这个高度 这个高度H 是不是也认为是受着时间的影响 时间发生改变 是不是这个高度也发生改变 所以这里面仰角α 这里面高度都是谁的函数 认为都是时间T的函数 得这样来认为 T才是自别量 所以这的话两段干嘛 两段球导 两段球导的话 这个地方球导 那是不是应该写成 Tinetaα球导 是不是谁跟他方 Tinetaα球导 那不是谁跟他 α方吗 再来个谁 α要干嘛 要写α再对时间T球导 时间T才是自别量 等于右端球导是谁 五百分之一 但没完 再来个谁 再来个H对T球导 要这样写 这里面仰角和高度都是依赖于时间T 时间T才是自别量 然后球什么时候的仰角增加速率 速率就是导数嘛 是不是当气球升到五百米 那带入什么 带入气球升到五百米 H去五百 H去五百的话 这个夹角是多少 这个夹角 那你想当H也取五百 是不是这个等腰直角三角形了 那么这个底角就是四十五度 是不是取四分之π了 然后这个气球的高度变化率 就是H对T的导 H对T的导是140 是不是140呀 他说的很清楚嘛 是不是高度的增长速率是140每分钟 把这些都带进去得到什么 得到Dα比上DT 等于多少 带一下 那他跟他α 这个谁跟他α取多少 四分之π 是谁跟他α是口三一α的倒数 口三一四分之π是根二分之一 是吧 倒过来就是根二 那就是二了 所以那有个二 对吧 所以这样 打个骚扰 这是两倍的 Dα 再比上DT 等于 等于多少呢 嗯 这个α是取的四分之π往里带 谁跟他四分之π 就是口三一的倒数 口三一是根二分之一 倒过来是根二 平方之二 两倍的他等于多少 等于五百分之一 再乘H比T H比T的导数是140嘛 140 所以这样把它约 约过来 啊 这个二再消掉 嗯 二约掉的话 这再剩个谁呢 剩个七十 七十再跟他约掉 好像是七比五十吧 是七比五十 那七比五十大概是多少 好像是零点 这个七比五十 零点一 五十拿过来 零 这是二十 零点一四吧 是吧 应该是这样写 所以大概是等于零点一四 所以这个仰角的增加速率 速率就是指的导数 所以这个角度的导数 就是零点一四 注意 这种填空题啊 要求很严格的 你要带单位 你不写单位啊 咱们中学就讲过 中学物理 那是有单位的 你如果不写单位的话 容易出问题啊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写个单位 这个角度的单位是什么 我们一般用弧度值 写弧度啊 像四分之派啊 不写那个角度值啊 所以这个单位写清楚 最好要写清楚 写个弧度值 那就是零点一四什么 零点一四 RAD表示弧 然后呢 每分钟 就是我这个角度的变化速率是什么 每分钟 我这个角度就要增加这些 对吧 或者说呢 在这个高度达到500米的时候 我这个角度的变化速率 就是每分钟要增加零点一四弧度 这个角度慢慢开大呀 你想也是这个道理啊 气球越高 这个角度越大 对吧 这个角度是会发生改变的 角度到底改变多大 就是角度的导数呀 对吧 速率 速率就是什么 就是导数 这属于导数的物理学用用 只不过呢 要搞清楚对谁求导 答对时间梯求导 这一点很关键 这是我们理工类 关于这个仰角的这个话题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数一数二 你们的两个单独知识点 曲率 曲率半径 还有什么呀 物理应用 就帮大家整理到此处 这些在考试中都是四分 请你预防好